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宁,我现在在新疆若畅,我在这边做河庆艺 今天咱们来切一块,咱们这位粉丝是1999块钱买的这块料汁 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切料汁的时候,都会 之前是旺季的时候,就一天切料汁切的人比较多 然后我们会吃多 现在是淡季,就是说是切料汁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每一个切料汁的过程都会和咱们客户打视频 要么就是在直播间里面看一下 你这想切什么,以什么为主 是那个,那个,那个,挂牌和那个,平安扣 平安扣,就是要无私牌和平安扣吗 平安扣,平安扣,还有凋坠之类的 我现在以那种料给你下刀 我先拿在太阳底下看一下 这个样子的话,他拿在太阳底下,然后这样的话 视频里面大家才看得清楚 这是一块切磨的,就是严格来说,它是切磨糖高清白的料子 这个糖色很少,就忽略不计吧 就是,这里好像又有一点糖色 这里,就能包开吗 嗯,包开看一下,到时候做的东西能不能挂上糖色 肉也很细,颜色也挺亮的 行,我就是剥一下皮 然后看里面的情况,根据这料给你切 可以,你放多少个牌子 行,我看有没有,行吧 还可以啊 这口子是有,但是应该牌子,牌子有的 牌子应该是有 这里切的,嗯,中间这里 应该是有牌子 这地方也可以,这地方也可以做 从,你的从这儿切开 这地方可以做,平安扣应该也能做 平安扣挂件都能做 从,从这边下牌子,是吧 嗯,这边,这边也可以啊 这边,这边可以做把架花架都能做 已经没口了,这边无视盘 无视盘从这边下,已经有了 无视盘这样子下,下下来 啊 这,这个能做,做不 这个做不了,这里 啊,这个做不了 那可能做一个平安扣吧 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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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了 这个有口 这在做挂件 挂件 可以做什么 挂件,可以做挂件 这个吧 是吧 嗯,先下个牌 这个口不影响吧,它整个人是吧 光这个牌子就已经,已经是 回本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小芡皮 就这里有一个小芡皮 然后做牌子的时候 磨一下,这个芡皮就磨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很浅的芡皮 就是每一次我们切割出来这些,呃,比如说切割两三个吊坠,或者是一个手拔剑,然后还有一个牌子,这样以后啊,就不切了,因为后面还有人,呃,然后,然后再晚一点,师傅空的时候就把这些,呃,给它打磨出来,就是把那些边边角角那些不好的料子给它切割掉,然后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再和师傅,呃,就是师傅 然后再和这个客户沟通,客户他想,比如说是,这一个手把剑,他想雕刻一个马,然后师傅就说,嗯,就想一下这个马合不合适,如果他不合适的话,那就是说是,呃,就会建议,呃,要不要雕刻一个皮修,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就包括其他的吊坠也是这样子的,他要是不做一个牌子,最起码三个,三个关键,但是牌子是最费掉的,牌子最费掉的,没办法,对啊,客户不懂,客户他要牌子就费掉的,就费掉的,没办法,对啊,客户不懂,客户他要牌子就费掉的,就费掉的,就 就要牌子,本来这个东西,咱们因为每个客户人家以人家的要求来,这个牌子这边是盖子吗,盖到这了,这个盖子不掉的,这个片子上面盖的,啊,这个片子在上面盖的呢,你说这吹一个把剑,或者吹三个到四个吊坠都可以,嗯,但是做牌子,做牌子只能做一个,对啊,这也没办法,但是客户不知道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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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飞行吗,一个人还是客户要求, 就是,切牌子,把他们剥一下皮,你人家的皮肤,但是这个,不切牌子,时间出三个挖斤,或者一个十挖斤,嗯,但是牌子还最费料子,没事,我那个晚点跟客户沟通一下,然后给客户说一下,为什么那么费料子,讲清楚就好,这是大概十天左右,做好的,这一个是小金鱼,钓坠,这个是莲花钓坠,这个是平安无事牌, 嗯,然后这是一个玉兰花的吊嘴,这个是一个龙的手把剑,这里面出的最好的是这个牌子,平安无事牌, 这牌子真的特别好,没有什么杂质,